一路欣赏北回铁路沿途的风景 参与第二题次海外培训委员 辞呈精神研习会的学员 回到花莲寻根 竞思金色的一草一木 触动海外游子的心 今天回来受证 第一次回来金色 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很地方 很宁静的地方 比较心灵的平静 看到师父们这样子 刻苦耐劳 生活 真的是很不简单 看到了金色师父的那种 刻苦耐劳的精神 就是一日不做 一日不死 这个真的是我非常感动的地方 邓美玲从香港一路陪着母亲 回台受证 寻根之旅更不能错过 因为她想让更多身边的人 了解刺激 进来可以全身知道 实际是做什么工作 计多一点可以跟她说多一点 实际的工作 让多一些人 身边的人知道实际 受证就是承担的开始 来自马来西亚的林宝强 富气同修 这趟心灵故乡行 收获满满 台那边可以让我更加了解 刺激中文的营业 那我更自我经历 能够更加容易来发挥一些 海外刺激人回台一趟不容易 短暂的寻根参访 让每个人都更坚定到心 也希望返回故乡后 撒播更多爱的种子 为苦难人付出 大家新闻 这是美志工 花联邦